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往前推进八米 效率是以前的两倍 而且施工质量和安全更有保障 尤其适用施工难度越来越大的今天 高加坪隧道是郑万高铁湖北段的重要工程 全长3262米 郑万高铁修通后将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铁路网 实现中部地区两小时经济圈 为了推进施工进度 业主方提出要给予更多的服务支持 张海涛特意来到现场 他是三臂早言台车的总负责人 邓师傅 刘师傅 我看这个显示屏上面 我们做的那个目标 目标点位有一点点偏差 这个偏差咱们现在能不能接受 以前我们的业主对我们的要求比较高 有误差的话会找个滑挖 想增加我们的施工成本 希望还能再改进一下 回去之后也会想一些方案 尽量去解决远远远的问题 精度控制的关键就在开山打钻的前沿阵地 看似简单的问题 对于凿岩台车来说 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凿岩台车打钻就像打台球 不过是击打十米外的球 而且还会遇到不同硬度的岩石 就需要让机器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动作灵活训捷 力量控制自如 这是全球的行业难题 解决的希望就在这个研究院里 我们以前的话就相当于是在我们的压力系统 油业都是有一个气热排阱的一个状态 油业都是优先往压力小的地方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执行机构 一个执行机构压力低 一个执行机构压力高 如何让油液分配合理 而不是挑肥减受气软怕硬呢 突破的关键是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的45个复合动作 决定着钻孔的精度与质量 张海涛他们设计了一套 智慧的电液负载补偿控制系统 可以让液压系统通过感知岩石负载 来反馈并控制液压油量 实现150多平方米工作面上 厘米级的控制精度 今天我们要装配的是 早晨台车的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是我们整机动作的一个 装配的一个关键 我们在安装这些阀的时候 一定要快 我们不能让这些阀 暴露在空气里面太久 解决的方法有了 马上实施 这个八组多路动作连控阀 就是被张海涛视为宝贝的秘密武器 它就像人的神经 可以精准灵敏的感知 接收臂架动作产生的压力 并将这些信号反馈给液压泵 阀心内的动作配合 都是微秘级别的 安装必须快速准确 确保阀内不能进入任何杂质 这样三臂凿烟台车工作时 才能驱使液压油顺畅流动 液压元件不发生卡制失效等状况 这个不大的部件是稳定控制法 这是张海涛他们优化升级后的部件 可以大幅减缓臂架工作时的晃动 提高运动精度 三天后 110个液压组件全部安装到位 等待它的是一个比实际工况难度增加30%的测试 背景点要瞎一点 往前走 走 好 OK 张海涛与同事将高加平隧道的各项数据输入负载模拟试验台 同样是隔着十米远击打台球 同样是面对坚硬的岩石 目标点在显示屏上面是否已经重择 是的 是的 好 现在把推进梁缓慢地推出 顶到环境头块 好的 好 把钻头缓慢地推出来 顶到环境头块 那偏大是多少 三以内 台车精度误差控制在五厘米以内 这是目前国际上的最高精度 这让隧道时空精度提升了一倍 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拥有超强性能的三臂凿岩台车被穿葬铁路选中 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寒缺氧地带 他们将再次彰显超强的威力 演艺曲刚柔并济的高原芭蕾 中国的隧道建设规模处于世界前列 中国的隧道修建技术和装备已经领先世界 这台红色的架桥机模型 是世界上首台千吨级运驾一体机昆仑号 四百多吨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八十头大象 万鹏正在想办法给小朋友们讲清楚架桥的原理 和他最具魅力的平衡稳定支点 一个大洲城它既要承受压力 也要能承受拉力 那么在前轮走行过程当中 这个后面的轮子要有一定的转动的风量 要不然不就变死了吗 此时真正的昆仑号正在扶下高铁上施工 在35米高的桥面上 自重1000吨的昆仑号正在套梁 他即将前往梅州湾架设现场 好 准备完毕 准备完毕 出发前万鹏要仔细查看一下设备 这个直径1.4米的关节轴承 就是他给小机械迷们讲解的平衡支点 这种特殊的关节轴承 由两个球面组成 通过球面滑动来调整方向 既能承受上百吨的拉力 又能在千吨压力下自如转动 这个独一无二的设计 就是平衡稳定的秘密 长116米的昆仑号 提着重1000吨 长40米的混凝土香凉 像一根巨型扁蛋一样 十往两公里外的施工现场 慢一点啊 慢一点 注意 注意 过弯 注意啊 正在经过的这段弯道 正是他过去两个月里架设完成的 昆仑号让架设40米长高铁香凉 成为现实 与32米传统香凉相比 采用40米香凉 每公里可以少用6个桥吨 节约造价700多万元 也有一些 和决筑 和决筑 在决筑